這是1嘛 B01 這個是 B02 OK 上面的文字是什麼 AdTest 請你輸入0 確定 這邊輸入1 這邊輸入2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最後 看這個字要不要放大 放大等於是複習之前我們講的 顯示位置的內容 然後哪一個呢 點它一下 這個顏色看你要不要更改 把它改成 改成綠色的好了 Color TestColor 頸 綠色是什麼 00 FF 00 Enter 綠色 字的大小的話呢把它改成30 後面記得給單位 SP Enter 把字放大 OK 那這邊記得把它縮往下 OK 那這邊縮小一下 好 那介面的部分的話 這樣大概就做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 Eclipse 有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的原因 可能是中文字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它會有個驚嘆號對不對 請你看到驚嘆號點一下 把它通通掠過 有四個錯誤 他說這個什麼 Stream Resource 這個你就把它什麼呢 全部掠過就好 掠過 否則 我不知道後面會不會有產生問題 把它通通掠過 掠過之後的話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邊就沒有驚嘆號 因為這個是它裡面的這個地方有給你一個警告 警告 然後 OK 那這樣的話介面的部分我們就完成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撞寫 這上面 按了它之後 要出現什麼呢 出現0 按了它之後要出現1 按了它之後要出現2 一直類推 那當然喔 這個範例結束之後還沒有完成 因為這個範例 你會發現 這樣好像打電話不是只有打012而已啊 除非你打什麼 110 112 那如果是說3456到9 還有幾字號還有米啊 所以 下一個範例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想一下 我要做一個 一個類似像那個什麼了 一個手機的按鈕 要做到這個地方來 就九個格子 要怎麼做 我想這部分先完成這個範例 再來變化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